電子業也打算把USB 這個隨身的那個碟 裡面也加裝一個悠遊卡 就大家有各種不同的創意 我覺得合法讓這些能夠發揮 讓大家可以來應用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看拆開那個樣子 你不會擔心嗎 我是蠻擔心的 所以我們覺得不鼓勵民眾 自己去搞這個東西 因為弄壞掉你自己要負責 總經理不會陪你了 那我的疑問是說 悠遊卡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是不是偽造很容易 我真的這樣自己用偽造就可以了 悠遊卡其實他這個晶片 其實是有專利的 然後每一個晶片出來 他只有一個晶片號碼 每一個晶片號碼 他裡面的密碼你要去解讀 其實是非常難 你過去信用卡像磁卡 晶片一定比磁卡更安全吧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金融卡 最後磁卡全部換成晶片卡 所以基本上其實他因為感應的 各位磁卡人都可以放心 你百分之百裡面的錢 不會被人家搶走 因為他不可能搶走你的錢 科技的進步當然有一天他可能 像信用卡在刷的時候 他會旁邊撤入你的信用卡 去仿造一張信用卡 但是他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他不可能把你的裡面的錢包的錢拿走 是沒辦法的 其實你在使用悠遊卡的時候 你最大的疑慮擔心是什麼 其實擔心是這個錢 就這張卡他剛剛總經有提到 他是不記名的 那等於說疑似了之後 雖然說他只是我一個交通上 承用的一個工具 他可能裡面放了幾百塊 可是問題是他不見了就真的不見了 那裡面一兩百塊 對一個學生來說 也可能是一天的 就整個一天的消費這樣 那你如果去改成記名的不就好了嗎 問題是記名的話 他剛剛總經理也有提到 六個小時之內風險自負 那等於說 我要過了六個小時之後的損失 公司才能給我保障 那問題是這張卡被撿到之後 他要消費是 他要消費要使用是馬上可以使用 他可能這六個小時之內 我裡面的錢就全部都不撿了 我還有另外一個疑慮 現在駭科那麼厲害 跟他說入侵你們電腦系統 然後把我們所有的這些 我可能儲值了兩三千塊 通通都不見 我明明還在我的皮包裡面 結果不見了 還有就是說 我們也提醒所有的民眾 UO卡你要用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 剛剛我們談到 現在已經有那種記名式的UO卡 換句話說 你可能已經有一張不記名的 你為了擔心說錢會不見 你再去買一張記名的 然後你去過捷運的時候 啪啪啪啪刷兩次 另外也有說兩張同性值的卡 有一個叫mefair的這種卡 其實他就是那個唱歌的另外幾點卡 然後這兩種呢 他扣卡的那個扣款的那個形式是一樣的 放在同樣的地方呢 你可能會重複扣款 這個是要小心 第二個要真的我們再提醒說 不要一次儲值太多 因為他畢竟是不記名的 不見就不見了 你真的只能自認倒楣 然後呢再來你如果要申請記名很麻煩 現在目前只能去台北車頭辦而已 不是通訊都會用 只要通訊來申請就可以 你上我們的網站 可以這個download這個表格 然後你填寫以後就直接寄來就可以 寫一寫就寄回去 對 去那個優優卡公司 對 官網 對 官網就會說 那就是台北車站 跟優優卡公司的網站上 都可以去download 是 但是呢 掛施後六個小時內的這個盈虧自己要付 你如果說用盈虧你就自己旁邊摸 然後呢 你要核對發票 消費金額餘額是不是正確 大家都拼一下 到底扣多少錢你不曉得 他可能有一些初心的店員 你本來買100塊給你call那個999塊 你也真的只能摸了 如果說你沒有認的話 還有要註譽餘額 然後續譽逃票的話 將會罰款1600塊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特別問了說 到底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們現在做捷運 總經理也許知道說 起至現在出去 我為了省錢 我跟著他屁股這樣 出去 然後沒有扣到盒款 我以為我賺了25塊 結果我會被罰1600塊 不會啦不會這樣 不會被罰 因為我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跟著我先生一起出去之後 然後下次你要再進來的時候 他就不讓你進來了 然後你就直接去問那個服務人員 說我的卡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就告訴你說 小姐原來你上次進來的時候 你忘記刷卡 其實並不會被罰險 對 那我反而想要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提到申起這個記名卡 一張要150塊 坦白講我是不會去辦這張卡的 為什麼 我可以買兩個便當 那我只要每次 我只要每次去這個加值 我只要加100塊200塊就好啦 如果他真的不見就算了嘛 你150塊錢還是一個成本啊 對為什麼記名要150塊的成本費 因為這張卡片其實成本差不多 就100多塊 那麼100多塊以後 我為個人專屬的寫進去你的相關的資料 那個整個版面 我沒辦法回收也沒辦法再利用 所以這個卡片等於就是 就是你的啦 你就不用再再來跟我要這個押金 因為我們也經常出什麼情人節的卡片 對不對 你跟你的anada一張照片來 也是類似這樣 我就把這個卡片就直接就送給對方了 那這個卡片150塊其實你可以想想看 你儲存多或少 我們一起分擔風險 其實我們也有相當大的一個風險 那怎麼樣把這個部分縮小說 你說零 可以可能到時候風險的這個承擔 大家彼此就要承擔 也許你要保險費要矯一點 我也粗一點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是是是 我是看法是這樣說 現在這個階段可能不需要用什麼記名卡 因為每個人都儲值三五百塊 掉了反正就算了 但是如果將來你的整個使用的功能增多 你可能存到一萬塊的時候 我覺得那記名的價值就很大 因為你掉了就很麻煩 因為你掉了這個錢 真的就一萬多塊就不見了 因為你的使用功能 現在的儲值大部分都是 一般人都存到五百塊以下 所以對掉的感覺沒那麼嚴重 如果你開始生活 花費一萬塊在裡面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就要申請記名卡 因為那個是之前 在今天以前 都有卡都只能做捷運做公車 那個生活金額太簡單 可是四月一號之後 我可以買書 我好歹買一本書 也是要兩三百塊以上 然後我去買個便當 也要五六十塊吧 然後我看那個電影也要兩三百吧 所以我一次價值一定都是超過一千 那那個情形就會完全不同 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跟我們一起討論 悠遊卡在未來究竟會影響 改變我們什麼樣的消費行為 經濟型態 以及整個未來的日常的生活方式 我們先歡迎台南的郭太太 你好 郭太太 你好 請說 你這算民營的公司嘛 我是覺得說 儲子 讓老爸老媽去影響這點 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高雄 因為我有關係 高雄的捷運卡我有購買 當初一百塊有開發票 好像可以退款 剛才這個悠遊卡公司收 收高雄不行 這點我倒覺得不一樣 好 謝謝 感謝 我們台北的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你好 我覺得說這個郭太太 要擴起到計程車 因為我們計程車有時候 找錢了很久 那現在紅線非常多 那大家都是在紅線公車站 違規上下車 但是不代表合法 如果今天 如果在下車的時候 你在找錢 然後太晚 如果機車撞上去死掉的話 那可是要付法律責任的 所以這個用悠遊卡以後 可以開放紅線 上下車嘛 如果撞死人的話 會被人家追打的 甚至會關到監獄內 所以這種交通局 這種全部都畫紅線 是不合情理的 所以坐車的人 跟開車的人 都是不公平的 但如果你不開車 也不坐計程車 就無所謂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個 台北市一定要全部 搭計程車 你就用悠遊卡 這樣紅線也可以上下車 這樣我們不用負法律責任 也不用怕說 出車禍以後被人家追打 或是關到監獄 或家庭事業都毀掉 這是一定要往這方面 謝謝 超短的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 嘿 請問 你好你好 主持人你好 您的優質節目 我常常在看 謝謝 那個消費經緯 那事然是以前那個 全國的那個便利商店 出掉的那個雜貨店 那是必然的 那你們各位來賓都講的 那些犧牲也是必然的 當然是 那我們科技 科技就出資於人性嘛 這種東西 電子性的商品 一定會犧牲一些 一些比較弱勢的人 那是必然的 如果在這方面 還要在政府 在補導的話 實在沒有必要說 沒有必要再發展這種 電子科技的商品 這悠遊卡 在行駛在全國的交通經濟上面 是非常好的 我是建議說 能不能比照 悠遊卡比照 金融卡 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萬一掛私的話 就能夠 就能夠保障那個 消費者的那個 權利啦 是